嗨我是POLA 哈囉我是音音 嗨我是天天 今天我要幹嘛 我們要來玩一個整人計畫 怎麼整 我們要把 就是創一個甜甜的假帳號 LINE的帳號 然後去密我的朋友 還有音音的朋友 然後他要先密我的朋友會說 POLA就是欠他可能二三十萬 然後都沒回 然後說要來拍片 也沒有來拍 就聯絡不到他 對 看我的朋友的反應會怎麼樣 我們已經創好甜甜的假帳號了 好了現在第三位是甜甜的好朋友 有點久沒聯絡的嘛對不對 也沒有有點久啦 有在IG聯絡過 好 然後閒聊就說喜歡女生這樣 先掏心掏肺 然後最後再撞一個女生 對啊 不 然後 手勢 他等一下人都逼我的 他一堆了 你願要做 他很相信欸 他說 欸帥大哥 他說你怎麼了嗎 好好好 你要好好 他很煩 只能跟你講 他說你完運會好 哈哈哈 好 我們就要環在那邊 你就順了他意 對嘛 一個男神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有發生關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現在怎麼辦 他都藍黃了 哈哈哈哈 看現在有那個嗎 我們 我們 懷孕 他說 懷孕 我就說 對 對 點點點 笑的 好 因為 那 男的 很瘦 他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笑的 他直接 他直接 他跟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拍婚紗 在什麼地點拍 他好聰明喔 這就是POLA的難題了 天天的危機準備要解除囉 這樣我就獲勝了對不對 嗯 你想一下 那是山上吧 還是海邊 是嗎 是 你記得嗎 是海邊 你們最好知道 你可以不要干擾他們嗎 那是海邊 海邊啊 但地點 我忘記就好 我忘記 就好 POLA第一天當詐騙集團 對 我第一次當 好刺激喔 你現在就不詳情我 嗯 你現在 除了海邊 你快點 快點 除了海邊 還有誰 他好聰明喔 他好聰明喔 你聰明喔 選對朋友 我們剛才說他笨 那麼快就相信 選對朋友 我怕不是甜甜 他說我怕不是甜甜 所以他現在半信半言 然後我還在說 不是 對啊 會不會不多了 不是 還是有什麼好不相信 而且他會是 他就直接打給你就好了 然後要 打來了 打來了 他打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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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音樂 打來了 你剛才不像啊 你們怎麼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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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寫起來就好了 喂 對啊 怎麼會這樣 不是 我可以這樣都會有意思嗎 這樣會有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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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會有意思嗎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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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算 哪幾算 二十 二十 你跟我說他長很帥是很正的嗎 真的 長很帥所以 我替他 那你跟他說他什麼 他說他只是想哭 他只是想哭 你太佳了吧 他做什麼 把他保險的東西 他在做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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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什麼的嗎 沒有 我沒有跟他說 他好像不太會看這個吧 我沒有 你怎麼這麼加 你明天有褲嗎 明天 幾點 我想冤枉 不然你也要冤枉 不然你也要冤枉 你都还以为是张海杰 那我 怕他提提 就是我把我的钱借他了 你把什么 我把我的存款借他 怎么借他 存款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说 他还有个祭祀 你借谁 就借那个男的 你怎么谁都借啊 你怎么不借我 你是在想我吗 没有啊 我在哭 已经失败了好不好 已经失败了好不好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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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失败 没有啊 你哪有失败 失败了啊 他刚刚说哪有欸 他说哪有 好妖 我们都被枕头 他有相信我欸 而且你怎么 你相信我们吗 你刚刚有相信那个是甜甜的吗 因为我打过去是 真的是听是他的声音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但其实是POLA的声音 真的 我这边装得很像 哎 就在哭啊 对对对 就是在哭的声音 听好这才是我的声音好不好 我刚本来想说 我刚本来是想说 我把钱借给那个男生了 然后我想要你借我一万块 我要去 这是最后一步了 结果摄影大哥 摄影大哥 摄影大哥就笑出来了 对 摄影大哥错 不是啊 我就觉得你现在怎么会 因为男生很帅 你跟我说 可是这个很像甜甜会做的事吗 因为他很想生孩子啊 很像吗 你说啊 你说说看 你不要威胁他 他做的事啊 我觉得他很专情 他怎么去跟别人 对吧 好 我再把影片传给你看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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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错 差点成功耶 啊 你耶 你听到 你请问你听到哪一单 他听到说 你怎么什么人要见他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那时候跟我说 他爱的集市 借谁 就借那个男的 你怎么谁都借啊 你怎么不借我 好像还早上这样讲 啊我就心嘛 每个人跟我借钱 我就 哦好 借借借 他知道我 哇 我为了不要笑咬自己耶 而且 因为我笑可以装作哭的 对 很笑 他完全没有关于我 完全没有 今天就是这样子咯 没有想到他 蛮聪明的 对 要去求证 没错就是 比如说你们之间 有什么 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的事 你就问他 对 看他打不打得出来 我觉得就算你真的 他打电话过来 你听到声音啊 你也不可能觉得是真的人 我觉得你应该要想办法 看有没有办法 去找到 这个人跟他见面 你才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是真的 嗯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去求证 就是比如说 是 他假装POLA来找我 我就是去联络POLA 直接打给 那个POLA本人 问他 是不是有这件事 阿璐他说 嗯 没有啊 就是你诈骗 等到呢 求证没有结果的时候 记得要打 165 去跟他讲说 这个电话是诈骗集团 然后到最后呢 就会把这个电话给cancel掉 他们就不会再这么猖獗了 好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那记得在下面 帮我们点一千个赞 我们就会去发 下一集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 分享开单 那吃货我们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